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 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新節目 我們今集是臨時發覺要錄更多的 因為有聽眾說我們錄得好像不太密 事實上是疏了一點 我突然有一個想法 其實我最近看很多美劇 其實我們很久沒有介紹美劇 就覺得索性就開一集介紹美劇 因為Peter和我都看不少 我想他再瘋一點 因為他很多不同美劇他都會混合 我的題材有點窄 我比較科幻類、心靈類 我是很濫的 我這麼多年來可能是無業遊文 一天到一刻就在家裡看劇 讀到爆 還有看劇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神聖的事 因為我喜歡和他經常做幾件事 我這邊做的事他也播了劇 但其實在劇裡面 其實電影也是 我們之後也會錄一集說電影 給了我很多的靈感 所以我就一直都有看的 那索性你應該是重出江湖的 那之前你的工作 又做爸爸 所以好幾年少看劇 我沒有看電影的 看頭很多電影 但美劇是突然間近這半年 突然要 拋著 先拋著那些 然後我跟索性就說 我們兩個人在聊 那不如會不會有其他嘉賓衝起一下呢 那你就找到我旁邊的位 Kimberley Hello 大家好 我們找到一個 我們兩個都認識的朋友 聊天就可以 可以找他上來一起聊天 那你為什麼會有資格上來聊天呢 你也看很多 因為 資格其實真的沒什麼 因為我的道路 都是一直跟著Osyrus去走 原來是你 我介紹他的 很嚴重 你的道路跟他一起走 他看過什麼 那我就跟著他的腳毛 那我就 那現在我 雖然我們兩個都認識Kimberley 因為Kimberley發覺 他跟我看東西的喜好很相近 我每次介紹給他那些 他都懂得看到 我覺得正的那些位置 然後就覺得 正好聊天 那真的可以上來一起吹水 好啊好啊 那真的陰陽調和一下 我們又 是啊 可以吹久一點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錄多集 錄電影 電影 那大家可以先哄兩集 是啊 那我要說 其實可能 兩位 你們要按住我 因為 我其實也看得到幾集 而且 按照你 我們花心台應該是講 一些跟靈性 跟意識提升 那些科幻 那些有關的 但你不按住我 如果我抓住Saxxon City 都可以講幾句話 是 跟你研究Samanda 那些都可以 所以你要按住我 如果先向那些 非花筒的方向去看 我們應該從哪些開始看呢 我要說一說 就是 我們這些 雖然十四個喝TVB的奶水大 是的 但是近這十年 真的很坦白說 基本上沒有開過TVB 是的 因為自從你有美劇之後 那個質素太高了 是的 現在的美劇 就是拍電影的質素 去拍一部劇 自從看過之後 真的很難回頭 尤其是近這一年 Netflix來到香港 我簡直覺得 哇太好了 這樣的價錢 有這麼多東西看 還要是美劇 舊的電影 還有一些紀錄片 尤其是很推介 因為我看了很多很多Netflix的紀錄片 是原本 以我這麼濫於看電影的人 你都不會刻意找一些紀錄片去看 但好像Netflix那樣 是放在這裡 你找你喜歡的題材 還有評分機 有人看完會給分 總而言之 見到五顆星 四顆星 適合題材 你就去看吧 就算適合題材也好 五顆星你看一下 你發覺永遠都不會失望 是合理的 那些五顆星 合理的 你知道有些是他給五顆星 但是在雞裡爆的 是 但是Netflix那些是合理的 因為Netflix那些是合理的 沒有一種掌賞機制 就是你不需要留名 不需要 戲和戲之間 不需要去爭分 多人看一些 我就會分到多些錢 因為沒辦法 這幾年 對於網上點評這件事 我已經開始失去信心了 比如你用微信那些 你去找食肆 各樣各樣 或者尤其開放 有些 你看那個點評 那些 多少分 多少顆星 或者下面的評語 很多都已經不可信 嗯 那就是可信了 你Netflix那一個 那我就跟別看 很覺得可信 還有我們可以 由Netflix最新的那些劇講起 嗯 對 因為講一下講一下 我們一定會講回以前的經典 是的 然後又吃老闆 是的 那我就第一出 我很想介紹的就是 Stranger Things 嗯 那我為什麼覺得 會介紹這套東西呢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相當之 Entertain的 的劇 聽不懂嗎 沒看 可能真的只有我看了 是 我是有看過頭幾集 嗯 看了三四集 嗯 那我解釋一下 那其實那個故事 大概就是講在 美國一個80年代的小鎮裡面 就有一個神秘的 一個發電廠 那一個發電廠裡面 就是 不知為什麼 通常這些美劇都很願意的 就不知做些什麼實驗 就是有一點點顯示 總之做一些可能 人體或者是 有兒童 有這個精神力的實驗裡面 就可能出現了一些意外 就走出了一些 你預計不到的 不知可能是第二個空間來的 生命體 嗯 還是不知外星人 然後就發生了 有四個小朋友 其中一個就不見了 嗯 那不見了 又不是死了 又不知去了哪裡 但是當個媽媽 就是那個媽媽呢 就是那個 那是誰呢 Rinoa Ryder 當年的大美女 其實是很漂亮的 大美人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過份 當年 還要漂亮到瘋了 但真的後來也是瘋了 那這個角色適合她 是啊 我覺得她真的相當入型入格 那她飾演一個 不見了兒子的媽媽 一個很經常很緊張 很焦慮 很憂患 不慎快樂的一個媽媽 嗯 是啊 好是她 是的 那雖然她不見了兒子 但是她有一些現象 出現了很神秘的現象 在家裡發生了 她是很深信她的兒子 是沒有死的 嗯 故事就是圍繞著這件事 我剛剛開始追的那一陣子 就是忙著做一些項目 所以就看一看一看 嗯 但是呢 我就很老套的角度去看 第一件事就是 哇 到女主角Rino Ryder 出的時候 我都打她凸 我真的 歲月不搖人啊 真的 但是就反而覺得她 好像她的演技有些突破 是的 跟她以前那一類的角色 她呈現出來的面向很不同 而且我覺得她可以 放下了一個包袱 就是我不需要再演美女 是的 我可以演一個有演技的 一個中年的角色 我上次猜她也可能有些 甚至是刻意的 因為你就算演中年媽媽的角色 也可以是靚媽媽 是的 那她這個就不是的 就是刻意整個形象都是非常老套 平凡 平凡 甚至是很由頭救面 嗯 我覺得是有些刻意的 但是就保持得到 正的 是可以的 正的 我喜歡的 還有那個色調 那個氣氛 對 80年代的東西 我們給電影有毒 這邊 是的 再混合了很多 就是經歷的元素 我回看這些照片 原來整件事是很 Stephen King 那件事其實是由 Facebook那裏知道的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 就在Facebook那裏 寫說 Strained Things 就是做完一個季節 他們令他們很吊癮 很辛苦 嗯 我是從這個渠道去看的 那一陣子帶到另一出 我都是用同一個渠道 還有那些人都用同一句說 第一句詩人完了 很辛苦 沒得追 怎麼辦 即是在吊癮 好像在讀引器那樣 那一首就是Westworld 那這首就是Westworld Westworld 我有很多話要說 但是我先補充 Strained Things 我還沒說Westworld 因為Westworld 我也有很多話要說 因為這首是重點推介的 是的 神劇 而我為什麼很推介 因為它裏面的故事的背景 其實是基於一個真正的故事 即是我說Strained Things 是的 話說是曾經在美國裏面做過一些實驗 是在其他空間裏面 召喚了其他生命體或者生物出來的 這個基調是很費城實驗的 是 是 是很沉默的試驗 是的 正確的 正確的 是的 差點說了粗口 正確的 甚至我現在看Covic Group 之前其實也有說過 說過當年曾經在美國出現了很多怪物 無論是大腳八 什麼俄人 什麼很多 當然是當時是在做一些 相關於時間旅行 或者是一些空間轉移的實驗 是的 而他們錯誤地去了第二個空間 而有一個波圖開來 而走了一些其他空間的生命體出來 所以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這個其實就在Steven King另一出 我以為是B級C級的經歷片裡面 看到過 但當然你出來其實出來超好看 嗯 The Mist 我也很喜歡 很喜歡 The Mist的格局 你懷疑覺得應該是爛片 突然出來 很好看 是好看的 是的 這個裡面其實到最後 今天劇集已經透了 算了 都透了 就開鼓的時候 也是跟 剛才你所說的 其他一些圍道 其他一些空間 走過來了 過了界的這些生物有關 嗯 是的 我其實也不太怕 劇集方面也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鍾一芬的經歷 那個氣氛節奏 其實你不會覺得 嘩 那個情節 真的想不到他 其實很多情節 就是可以說 你也猜到他之後是怎樣的 你是看到他很多 就是抄抄 一堆堆放在那裡 但是他又真的 每一樣都做得好 如果說到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或者Montai experiment 那些東西 那一定 雖然今集應該是說 美劇 嗯 但是我一定要跳去說一說 就是大家請你們千萬 絕對要在網上找出 就是叫做Philadelphia experiment 的一齣電影 嗯 1984年的一齣科學片 那是我一個研究電影的好朋友 他當年說 嘩 一定要看啊 很混淆的一齣片 我看完之後 發覺是真的挺混淆的 是混淆片來的 是你抓不到他的路 但還有原來是都非常之寫實地 就是跟回Philadelphia experiment 但是他是很騎來的 就出去 又加一些愛情線進去 哈哈 捉不到路 但是很好看的 而且是從多個元素 電影角度去看 跟你對Philadelphia experiment 那件事 或者純粹從一個娛樂 或者八卦 或者你去獵奇看溝片 嗯 的角度呢 都要看這齣電影的 所以就是極力推薦大家 在網上查一查看 好的 正東西來的 想不到這麼正的 好了 我介紹了出來 起碼要給一些嘉賓說說說說 是的 你給你介紹一套 你會選哪一套呢 你要知道怎麼玩 Kim 因為我們兩個好多東西 是啊 你不插嘴 就是你可以沒有東西說 那不如說 Under the Doom Peter也看過 好啊好啊 是啊 他什麼大陸叫做窮瘡之下 是啊 那這套東西我不記得 是不是Netflix的戲來的 但是 不是 不是 我沒有在Netflix裡面說 是啊 那本身我自己都看很多外星人戲 是 那麼 最初都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 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 可不可以劇透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大概這個故事就是 有個罩 有個罩 是 一開始 第一集 已經是劈頭 有個罩 是整個社區那麼大的 是 整個區域 整個城市那麼大 就由頭 砰一聲 凹了下來 那麼他就不理你那裡有沒有人 總之他一凹下來的時候 你是看到片頭那裡 已經是看到 他是不小心戒到 那隻牛只剩下一半 嗯 屋子又爛了 這樣 嗯 嗯 那麼 開頭呢 其實第一個季節 其實你不太知道他是在說外星人 這件事 嗯 因為一直都在猜中 誰去擺這個DOOM 以及在猜中 這個DOOM 究竟在測試他的特性是什麼 是 因為不斷會有人去找東西砍他 嗯 開槍啊 外面又會有軍隊 向進來去畫 射 而且他也很神奇 他裡面又會維持到生態環境 是的 對 對 我想修正我的說話 Netflix是有的 對 Netflix是有的 因為我想回 我在Netflix看了最初的十分鐘 哦 對 我看了最初的十分鐘 但我決定先看其他一些 是 嗯 那麼我覺得 最初其實就 第一 二個季節 我覺得好看的地方 就是看人性 嗯 因為 當你 一蓋了 那個罩 那個罩之後 裡面 整個社區的生態 如何維繫呢 嗯 即是開始形成一些小政府 嗯 即裡面當中的一個議員 他就真的 如果九龍人格裡面 可能是一些八仔 嗯 這樣的人 嗯 其實他是很為大家設想 嗯 他就要走出來 如何去分析什麼資源 嗯 他要到處去籠略人心 每個人都要 你投我 讓我出來做一個領袖 嗯 那麼就看到很多 很小型社會生態 嗯 或者是如果沒有政府狀態之下 是的 這個 江頭阿叔 是的 這樣 對 講到那個 小型的社會生態 如何演變 裡面的政治 那樣的東西 我覺得挺好看的 Crosstack 你說這個江頭阿叔 Dee Norris 是在另外一齣很多人有看過的美劇 就是《Breaking Bad》裡面 嗯 做其中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嗯 都是同一個性格 嗯 我們說是Typecast演員 OK 繼續說 繼續說 是的 那是一套Steven King的東西 哦 剛剛逐一下去了 哪一套呢 你說 Under the Doom 是根據Steven King的同一出同名的小說 哦 改編去做的 哦 哦 OK 嗯 那就 對 看看就 就看到 我想 Season 2 才開始 有一點點 摸索到 究竟這個Doom 是在哪裡來的 嗯 就是初初我也猜 會不會其實是一些軍事實驗 是 我也有這樣猜 不過我想應該不是的 因為太離奇了 嗯 但是呢 因為我沒有看 劇情是 會令你追的 嗯 是 因為你會很想知道 那個Doom從哪裡來 嗯 是的 還有究竟怎樣出到去 嗯 因為去到後期 其實是有人成功地出到去 出了個Doom 是的 嘩 然後 對 每個人都會去找究竟哪一個帶個Doom來 嗯 那一堆 不過我就覺得 越看得後 又是有少少美劇的Pattern 就是難 難 他總共現在是有三個Season 亦都宣布了 不會再續下去第四個Season 那麼他第三個Season 他應該是未解答完 是不是 嗯 其實都已經很呼之欲出到不得了 好的 我們看回他的班底 他的Exacted Producers 有Cinning King自己 也有史實分史不寶 嗯 都 大Case 大東西來的 是的 2015年的6月 第三個Season出來的了 那就是沒有第二個Season 就是一次過要搞定他了 是的 不過美劇也是經常這樣 尤其是科幻懸疑劇 就是通常開頭 擺了一大堆懸疑出來 是的 然後到最後就怕怕 其實原來大家沒有想過如何收尾 有很多理由解釋不到 一起來就輕大過就算了 那Kim你真的覺得你看了三個Season 應該是看了三個Season 你覺得值不值得做下去呢? 你覺得 我覺得不用了 不用也行 因為去到後期就真的很經典 那些你知道外星人是做什麼了 是的 他的計劃是什麼 那麼這個位置又要硬插下去 硬插過去 另外兩出呢 我覺得又是 不是 應該這麼說 那兩出都是因為資金問題 是不能做下去的 嗯 但是我覺得這兩出都是值得做下去的 所以我就問你覺得 現在這出《窮瘡》之後 你覺得是否值不值得做 你覺得都不是太值 我覺得 那兩出我覺得是值的 一出就是四四零零 嘩 這套真的好看 是 我們一講 我跟他一起去做 嘩 嘩 嘩 所以這個就留回之後說了 另一出就是 可能不是那麼多人看過了 就叫《Flash Forward》 我有看 《Flash Forward》是好的 你有介紹我看的 是好的 我覺得是好的 那一出 還有我對他的男主角是特別提出獨鐘 所以 所以 《Flash Forward》就做了一個季節 也是因為資金問題 沒有做下去 我覺得是值得做下去 一會兒看看我們有沒有時間 做《Flash Forward》 這個《窮瘡》之下 我們還有沒有補充嗎 都沒有什麼 我覺得看人性是最好看 就是說 當你所有東西密封的時候 在裡面 無論人 資源 都是有限 人性的部分 我看了一個季節 人性的部分 我覺得是到位的 是 Kim 你覺得 除了人性之外 比如說 他有外星人 科幻元素方面 有沒有什麼題材 或者點 你覺得 都值得去看看 反覆思量一下 參考一下 思考一下 他也不太深刻 不過我覺得 CG也不錯 這一套 那似乎 眾觀也是人性的部分 比較出色 對 人性的部分比較出色 就是用科幻角度 探討人性 是的 好的 整體 我也覺得值得看看 是的 還有一條主線 就是很經典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外國文化這樣 就是父子的關係 就是父子就是剛才的江頭佬的議員 Denoris 永遠都是王王 他叫兒子 永遠都要叫他 不是叫他的名字 叫他Junior 但是可能他的名字是J字頭 但是他永遠要貶低一級 叫兒子做Junior 但是兒子其實已經牛高馬大 二十多歲了 就是 這些是不是在西方的世界 那個父子和兒子的權力很 我不肯定是不是就是西方 但是可能是反映到那個父系霸權主義 是的 那個父系霸權主義 那個父系霸權主義 可能不僅僅是父子和兒子 是整個社會架構的東西 我的理解是這樣 嗯 Peter 你有什麼介紹 Ricad Barn 剛才說出 我歸納為可以看 但不是一定要看 是 不看也不是太酒保 是 不是蜜師 對 不是蜜師 對 你有什麼蜜師 有什麼蜜師 很多 你一說我蜜師 我就一定會跳到四四零零 四四零零 也算舊 先保持 我們先說一些新的 聽眾會知道 新的嗎 是不是一級 一級的 就跳到它 不是美劇 是英劇 Black Mirror 是的 必介紹 這個就是必體 我覺得如果作為我們花心聽眾 研究這些什麼神秘學 新紀元 新意識 社會將會發展的方向 哲學 究竟我們人類發展的下一個階段 可以有什麼出路 或者是陰謀論 控制 秘密組織 或者我們存在這個世界 真實的實相是怎樣 從MATRICS的角度看 究竟我們知道的東西有多真 所以這些炒賣一碟 它很活靈活靈的 現在還有三個季節 英劇 英國出產的一套 Black Mirror 相當好評 科幻得來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我覺得科幻得來相當貼地 是貼地的 是的 基本上每一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是沒有例外的 每一集都是從一些日常生活的角度 那些角色他們正在經歷的東西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天會面對的東西 所以那個滲透力是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很切新的東西 沒錯 你都看完的 是嗎 我只看了三四集 季節一集的 哇 你那集真的要看了 而且值得去描述一下 就是季節一集的第一集 我也是想說 那一集我真的 看完之後是擾良三天 說到手上 是嗎 是 這個很有趣的 它也不怕說了 因為 內容是你們自己看的 但是主要是說 跟手上有關 跟豬有關 跟社交媒體有關 跟社交媒體有關 而不知道那些編劇 他們究竟是懂得穿越時空 懂得去預知未來 還是究竟明明中有一個神秘的主宰 令到這個世界的時間線 會發生的東西這麼巧妙呢 總之同一個組合 就是手上 還有豬 社交網絡 緋聞 他的支持度 各樣的那樣 就是在英國現實生活發生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還有另一個很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有沒有同感 因為我近這兩年 無論看的科幻電影 或者美劇 這一堆的東西 我是很感受到 那種 不知道是冥冥中的主宰 還是裡面 後面 在這個娛樂界裡面 有一個大阿哥 有一個 agenda 有一個黑手 還是所有的編劇都差不多 在經歷著想到這一堆的事情 所有都是關乎於人類的下一步 關乎於意識的覺醒 即是你中觀你 無論是我們等會講的 Sense Six 上年一套日本最修得的電影 你的名字 Westwell 這一堆是 突然是我覺得 整件事 如果大家都是看雨神對話 我會 我會 感覺上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大意識 去 令到所有 有一個共識性的東西 是出現的 共識性 是的 好像在準備好 讓大家的意識 可以去到另一個層次 大家可以去到 共識性的同步性 我覺得以上幾個角度的分析 都合理 明明中有個安排 當大家的意識 在這個地步 我們經常都說 共識性 發生得會來來來來 而這些 共識性 發生得那麼密 我已經興奮到你了 共識性 發生得那麼密 的現象 其實都是一個契機 告訴我們 有些人要刻意去留意 是的 另外就是說 會不會 像你所說 在一些 電影圈 或者是拍電視劇的 這些 娛樂界裏面 這些創作人士裏面 他們收到一些靈感 另外其實幕後有黑手 滲一些資料給他們 另外其實 他們是 排 就是要 這叫什麼 力排眾議地 去 殺出一條血爐 無論是被操控的 情況下 也好 他們都想去 給一些訊息 放出去 並且說其實 根本他們這些 發放訊息出去 是秘密去的 秘密去 還是其實有人 叫他們發放訊息出去 這些全部都可以研究 等於拉到 你那時候 《Mission to Mars》 不是現在 近來的出來 是說2000年出舊的出來 它裏面很多的劇情內容 甚至的報警 它的太空城的設計 仿先上面的一些實相 資料都是由NASA放出來的 那究竟這些是NASA 想他們放出去 還是他們靜靜雞 還是談好數 還是全部這些分析 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這些就 聽到自己研究一下 那如果說 說社會下一步 會發展成怎樣 或者 那個實相 究竟是什麽回事 我覺得 Black Mirror 是講得最露骨 是 很露骨 是 露骨到你覺得 毛骨悚然 露骨到甚至有些對白 我不知道 我有新聞看到 我記得有一集 是男主角去答一個對白的時候 就說 很輕描淡 笑耀說 我們現在被納粹控制 嗯 而他這個被納粹控制 是很呼應到 摩尾姑在說的 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後面 就是真的影響著這個世界 的 最權力 最頂端 其實就是當年 德國的納粹 是 只不是可能上海湖頭那一站 是 都是那個權力核心 是的 都是那堆人 嗯 那堆意識 嗯 最重要就是說 可能我們要看回歷史裏面 就是 是不是那堆人 或者是不是那個承傳 那個領域 我想重點未必在這裏 是 那堆人 他背後有一個特定的意識 嗯 那個意識可以是 就算那堆人不存在 那個意識可以繼續存在在這裏 嗯 而當那個意識體存在在這裏 可能有另一班 跟原本 第一班無關的人 是 可能跟 第一班是無關的 但是第二堆出現的人 可能有他的意識 跟這個仍然存在的意識 傳承了一個默絡 沒錯 摺到鬼 嗯 就是搭通線 他們可以是 在跟第一堆人 沒有聯絡的狀況下 可以承接 那件事的默絡 發生的 嗯 這個是一來我理解 也是我的觀察 嗯 因為你不是只說秘密組織 嗯 你在社會裏面其實不同的組織 其實都是這樣的運作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黑眼鏡就是 正如我所說 重點推介 重點推介 是 如果不看就要打屁股 是 必看 還有前瞻性 就由第一季 第一集 竟然可以前瞻到這件事出來 是 是 就是沒有話可說 嗯 是的 我記得裡面 我現在是第二季 我最深的感受 我想應該是第二季 最後一集 嗯 好像是關於一個白色聖誕 那集很心寒 哇 那集真的覺得很驚慌 我真的覺得很怕 有這樣的事 我發覺我們今集的語氣 越來越像幾圖那邊 哈哈 很像 但是現在有些心的準備了 說明叫Black Mirror 是 是 所有的季節 所有的集數呢 那個結尾其實都是偏向於悔的 都悔的 是的 都不是一個 未必是一個好結尾來的 嗯 它有一個教育意義 有一個可能有一個 警示意味 但是那個故事 都是會令到你 嗯 會反思回到 到底你現在 走的所謂一個 電腦的生活 嗯 跟這個電子儀器離不開的時候 會怎樣呢 再發展會怎樣呢 可能會發生一些什麼的 你意想不到的經歷呢 嗯 我那個 就是因應你這個評論呢 我都 我都有反思過的 我覺得這三個季節 就是 如果真的要去雞蛋裡挑骨頭 為什麼要去雞蛋裡挑骨頭 我覺得是很滿足的 就是我從多角度看 看得很開心 嗯 它唯一一樣可以挑的 就是它 帶出了那些現象 帶出了一些問題 讓大家思考 但是它沒有出路 沒有出路 沒有一集就有出路 嗯 嗯 我想這個是應該刻意的 是啊 如果不是你不會三個季節 每一集都是這麼貫徹的 是啊 沒有出路 就是讓你在那裡吐 是啊 而那個 沒有出路的程度呢 就是 我有聽過身邊的朋友 我聽完就是不安 而覺得不安的那些人 可能往往就是 他們從來沒有這麼偷切 去用我們平時 或是 某些我經常看的電影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重錘的 一個敲打 嗯 嗯 一撞到發覺 哎呀 是啊 世界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它沒有出路給你 嗯 就會有一種的無力感 那種不安在那裡 不過我想我們 台語聽眾 都不會是這個 嗯 是 補充小資料 就是它這個 Band Mirror 是一個單元劇 嗯 就是你不需要說 不追一下 你可以逐集逐集來看的 方便一些人 可能就是 我不喜歡 那麼多事實 你可以試一下 這幾個有趣 因為通常我自己看劇 是不喜歡看一些沒有關聯的 因為我喜歡追的 我也是 是的 是的 我也喜歡追的 是的 但是這個就是很少數 是每一集之間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會覺得 都是想追下去的 都是好看的 都是要看的 是的 我自己又喜歡一些沒有關聯的 你喜歡沒有關聯的 是的 因為一集還一集 我不用被人調忍 就是一單元一單 是的 一單元一單 還有之後我可以 在我不斷斷 那一集的東西 我覺得挺有趣的 雖然三個私人 沒有一集有關 但是你一直看下去 彷彿都是在經歷一個旅程 是的 是的 它幫你洗禮一些東西 嗯 那你今天經過 三個私人洗禮之後 你 我也膽敢說 你看這個世界 是會有些轉變的 嗯 你會想多了東西 嗯 好的 那我們第一節的時間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的 那第二節回來 那Peter 你有什麼介紹 這次到你 你不要說這麼重頭的 因為重頭的 我們一兩張就這樣說 嘖嘖嘖嘖嘖 說一些可以用來掛冷汗 就是近來你覺得 如果你又很多劇都看完 又不知道考慮想 開不開篇出來看的時候 現在出現在Netflix那裡 那我們應該收回Netflix的 這集 是的 我想Netflix的陣容 好看得到 是Netflix 就是 我不需要給你 是的 你也會看的 不過是喜歡看劇 是底妝的 無論如何 就是一出很無厘頭的 叫OA 嗯 那我最初覺得是 中文名正 叫先見之明 是嗎 我正知道 我以為中文也叫做OA 是的 先見之明 那其實就是 我看這出劇 就是因為覺得 無厘頭的好奇 就是我有一批癮 是喜歡畫劇來看的 嗯 那 你的鐘 你的鐘一天四十八小時嗎 不 其實因為我 我無業遊文 很窄的 我常常躲在家裡 沒東西做 看劇 OA其中一出 我看的原因就是 我看他的簡介 或者各樣那樣 看劇照 甚至看他的電影 都想不到他想說什麼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才要進去看看他 真的啊 是不是 你的名字 還有OA 它的標誌 就是 你覺得是否符號 還是什麼 在做什麼 那 如果在政府工來講 OA是一個職位 是的 到底在說什麼 是的 你在辦公室也會有OA 是的 是 那麼就 按下去看 那麼 不劇透 或者可以說是 你也想不到他原來是這樣的片種 嗯 挺有趣的 而那個鋪排是 說服到我的 有氣味的 嗯 還有是 奇情的 我略嫌他節奏慢的 我接受到 是 你看完沒有 我還沒看完 但是因為我又 我又一開始飛了一點點看 我就覺得 為什麼第一集 整個彩色後面都是差不多的 是 那我其實要給自己最大的誇張 就是我捱過了第一集 嗯 捱過了第一集 就開始好看的 是的 我看了半集 第一集是要捱的 因為我正如我所說 我平時看劇 有時候我會 同一程度做別的事情 嗯 那我就覺得有別的分心 第一集容易捱一些 嗯 但是你 不論你捱不捱到 過了第一集之後 其實是有東西看的 嗯 還有你是 那編劇很厲害的 他之後的節奏是可以捱住你 你會真的想知道 這個故事究竟是 什麼糟糕啊 想知道這是什麼事情 有 完了第一季有季二的 未宣佈 不繼續 嗯 OK 這套東西好像算收得 嗯 我猜有第二季是很大機會 還有是值得留意一下 就是那個女主角本身 我就覺得 很有氣質 很有氣質 但是初來看《集體談》 我覺得不甚吸引 嗯 就是它不是賣什麼超進男美女 就是沒有的 但是你越看 你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我就覺得是成功的劇的地方 你跟裡面的每一個角色 無論大還是小 嗯 你終於跟它有一個聯繫 有一個聯繫的 你會搞一下 嗯 那這些我覺得 是成功的劇的要素 你反過來那些劇 你看完之後 那些角色跟你沒有關係 是 那些角色交代一些東西 那這齣劇我覺得是 有血有肉的 每一個角色都 嗯 那 那他講一下裡面其實是講什麼 講政治 不能講 那真的跟名字一樣 這麼神秘 是 是 嗯 不是 我可以講的 我純粹 因為我沒有看完 是 我可以純粹講就是 那個懸疑程度就是 突然有一天 有個女生出現 可能說那歲數是二十幾歲 嗯 然後出現回 然後出現回的時候 她是失憶的 嗯 忘記了自己之前在哪裡 又或者她自己隱瞞了很多東西 是沒有說出來的 嗯 嗯 那他就在醫院醒來的時候 就開始找回她那些 認識她的人 就找到她家人 那她 爸爸媽媽就出現了 嗯 就 最初就不認得的 嗯 但是後來就被女主角去摸她們的樣子的時候 就發覺 咦 這個真的是我父母 那為什麼摸她的樣子呢 就是說原來這個女生在她七歲 失蹤的時候呢 她本身是一個盲的人 是的 而她出現回 變成大過二十幾歲的時候呢 是變成一個看到東西的人 是啊 所以可能這個名字就變成 叫做先見之明 但是雖然我覺得這個名字 是改成離譜譜的 離譜譜 離譜譜 即是離開窮瘡之下那個爪 是的 是的 這套你要介紹的 那我 決定 做一個行政決定 是 我爆多一件事 是 其實OA是代表什麼呢 嗯 她後來有說到就是 The Original Angel 哦 好的 但是其實 我也覺得 就算爆多一件事 OA等於Original Angel 嗯 你也不會覺得後面說什麼 嗯 挺有趣的 即是如果 給分評分 Netflix就給分了 五顆星 還是四顆星呢 我會給四顆星 四顆星 是的 但是因為如果作為一個季節來看 是有娛樂性的 嗯 而且是很願意一下 嗯 但是呢 她第一個季節最後結尾 那裡 吊著你胃口那裡 也吊得好 嗯 那就看她之後的做法 嗯 我覺得也是值得提的 嗯 有一個背景故事 就是說 那個女主角呢 本身是一個才女 嗯 話說她好像是讀完 不知道見不見 還是哈佛 嗯 拿完一個PhD之後呢 就是在她還沒讀完書之前呢 就已經被這個Morgan Stanley 就是優先要聘請她 嗯 那麼她做了幾年 這個 這份工作之後呢 她覺得不是她的 她心目中的 嗯 那她就 突然就決定什麼呢 她要做一件她最不擅長的事情 她就想著啊 我想去拍戲 我要做演員 這樣 那她真的很棒 是啊 那麼她就去找回當時 不知道在她大學 還是中學時代 認識的一個同學 嗯 而那個同學在那時候 已經開始做導演了 嗯 那麼她就拍了 那 所以連這出OA 其實都是她們的 一起拍檔 還有好像這個女生 也有份去做編劇的 一個職位 那麼我 編劇那一下 我不敢很肯定 但是總之 這個是她們的拍檔之作 而之前呢 這個女主角呢 我對她第一次印象認識她 就是有一齣戲 就叫做 The Other World 嗯 即是說有第二個地球 嗯 都是一齣沒有什麼CG的科幻片 嗯 那我也覺得那套戲都挺好看的 嗯 嗯 有趣啊這個背景 都可能解釋到為什麼那個女主角 是 無論她的角色本身 或者她演 是 像女兒說真的很有氣質 嗯 還有有一種 我覺得 有一種魔力 嗯 挺有趣的 如果那怎麼辦呢 剛才說回來 如果要用狗型人格去看 這些是否枯枝欲出 看到什麼號碼呢 這個我不回答你了 哈哈 好了 另一套我重點介紹 嗯 其實我也是給四顆半星的 但是因為近段時間 若然你要我說必看那三套 這套是其中一套 嗯 那就是這個Sensec Sensec 嗯 那最主要呢 我就抱著這個導演去看 是的 那導演是誰呢 就是拍Matrix的兩兄弟變成兩子弟 子弟 我不是兄妹 是子弟 是子弟 哥就變成聖造的家 但是我上網看到很多資料都錯的 嗯 大家可能就是 不小心 copy了 大家一起坐下去 就是說了 嗯 什麼什麼姊妹 嗯 嗯 什麼什麼姊妹當 嗯 記住了 其實本身是兄弟 是 現在是子弟 嗯 那個故事呢 其實沒有所謂劇不劇透的 因為那個背景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世界各地呢 有八個不同的城市地方 那就是有不同的人種 有男有女 而他們開始突然間一種感應呢 就是發覺他們可以跟另外那七位不同城市的人呢 可以去大家一起經歷著同一個感官啦 經驗啦 觸感啦 甚至是技能的 嗯 那一開始就已經 就說了 有一個叫做 叫做 叫做 開始想應該是要抓他們 嗯 去可能不知道做些什麼研究 或者去拿他們的能力這樣 那而他們開始又去查 查一些不同的這些神秘組織到底的東西啦 還有一些人是走懶啦 有些人是他們經歷著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成長啊 遇到的困難啦 那一出你有一個八個主角 然後你好像跟他一起經歷著一些不同的成長 那樣 但是那八個人雖然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們周不時會是 數不聲 就好像是靈魂轉移了過來 那樣 你會看到另一個角色就在那裡了 就是那個故事那個設計 我覺得是很適合 現在剛剛好之前那一出就是你的名字 嗯 好像在說一個雙雙雙 只不過是八個人的 嗯 那他們在說他們是同年同月出生 嗯 雖然是八個不同的城市這樣 那你看到每八個人裡面 不同的城市文化 還有他一個很大的製作 他就是全實景拍攝的 嗯 八個人八個城市都是用了實景的 過癮的事情 你看了沒有啊 Kim 嗯 都是看了一堆 哈哈哈哈 全部都是開了我的頭 打開本書揭了第一頁 是的 我也看完的 我就給四分 原因就是 我覺得你太散 嗯 還有好像有點心頭太高 嗯 概念非常好的 整件事的報告很好的 但是你要在劇裡面 可能也不少會 因為他只是做了一個季度 嗯 可能他多幾個季度 多時間再鋪設 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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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完整些 也都有不少的啟發 啟示位 還有都有感動位 譬如他會說 剛才後三月四歲說 不同背景 可能不同的文化背景 可能我原本這個文化背景 有一些架鎖我原本衝不開 嗯 但是因為他那個時空重疊 不單是時空重疊 而是那個意識的重疊 嗯 那一達到的時候 他會被另一個文化背景的 一個角色的人 各種的意識 啟發路 發覺原來 我生命裡面 去到這個關卡位 我原來可以選擇這樣走 如果我以我的文化背景 以我一生的經歷 以我的認知 我是沒有辦法跳出的 嗯 就這樣重結了李達利之後 原來他可以跳出去的 那他真的可能 因應地跳出去 原來他的生命 有另一個可能性 那這些位置是感動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那個導演的風格 還是什麼 就是這些位置我覺得都水過鴨背 嗯 就是輕輕點到 蜻蜓點水 那也可能的好處就是 不會太鮮青 嗯 看李尊彪的角度去看 但是也是好看 而且應該要看的 我覺得 還有我覺得那個故事是 就是很明顯 這兩子弟 就是在MATRIX也說過 他們是很窄世代的 嗯 他們是比日本漫畫 一些動畫 一些科幻的東西 分圖得很厲害 陶獨也很重要 是的 那你會 尤其是作為男生 你那個 有些位官能上是很刺激 你突然會感覺到 當你可能要走爛的時候 這個角色是不會開車的 或者他不會解釋自己的手球 就會在另一個城市的一個角色 可能他是本身做警察的 嗯 他就可以很簡單地 懂得自己幫自己解鎖 那麼這些緊湊位 是很打機的模式的 還有也喜歡病的 是的 喜歡病的 是的 所以你可能想說 你的水腳壓背 就是因為那個文化的問題 他們不是那種 即是可以可以好一點 是的 還有那個故事 我覺得是 那個變咒 我覺得是一個很雲圖式的變咒 是的 這個很刻意的 是的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拍完雲圖之後 他們有一個想法 將它扭到可以變成這樣 其實它比雲圖的重疊 在角色上的重疊是更加多的 因為人物多了 不過它唯一 起碼現在暫停是第一個季節 它又只是空間重疊和意識重疊 它就去了時間重疊 有沒有記錯 沒有時間重疊 它沒有在時間線跳來跳去 是的 所以這個就沒有了雲圖那個時間線 都重疊那個複雜 所以就不同形式複雜 它可能牽涉的人數多了 角色多了 但是它起碼沒有時空跳來跳去 還有它跟雲圖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所說的 它意識的重疊 互相之間的影響是更加誇張到肉的 它有些大膽的位置 譬如我記得有一集 那個位置我覺得可以不說 你有時可以說哪個位置 我怕你是在說八個人 同一個體驗的位置 我是不是說過 很可能是 那我先不說 是的 那個位置我覺得是一個驚喜 若然不知道可能會這麼棒 好 順利這個判斷 嗯 還有那個 在那個畫面上 那個畫面 在那個美學角度看 它怎麼看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城市 它用的光色彩 其實是很好看的 嗯 視覺上非常好看的一個劇 是的 還有我一個 都對視覺挺有追求的 一個人 首先我們在說Netflix 如果你本身是有 所謂近兩三年的4K電視 又或者一些最新一兩代的智能電視 其實已經本身有Netflix的APP 嗯 你是可以看到4K的 嗯 那尤其是Netflix 也有三個Pan 我強烈建議大家 不要載最便宜的Pan 嗯 一定要載最貴或者中間的Pan 中間的Pan 就可以看到 Full HD 嗯 如果你是 就是我教大家一些 可以分享的方法 就是 如果你載最貴的Pan 其實是可以有4個Pan 同時看的 嗯 那所以呢 其實你是可以 同時間呢 你可以 其實一個帳戶 是4個朋友仔看的 是的 那你想想想 如果99元 最貴的Pan 只是99元一個月 你4個人 每人都是夾20幾元 其實是很神經的 其實就是 你很多人都想 不用下載了 不用出去 就是 就是 是的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電視看完 第一集 去到33分 哎呀 我要出去坐車了 你拿那部iPhone iPad 一開 就是在那集的33分 繼續播 哇 實在太方便了 正的 我也是跟我家人這樣分享 同一個帳戶 嗯 那就 那它更好 就是你同一個帳戶 就是你不同的人 你有自己 就像你電腦那樣 分用者 分用者 分用者二 就是你看到那一支電視 你直接放進去 就是那一支電視 沒有亂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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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回自己的家庭 你有自己的文件 是的 還有它有很好的 就是它的舊電視 它數據之後 質素比你出去租VCD 是的 是的 我們真的沒有收金 真的沒有收金 但是真的值得推介 是的 還有現在可以下載 是嗎 是的 它可以下載 你可以不在電視 下載到iPad iPhone 或者這些 Mobile device 去看 但是大部分 都是某一類的舊電視 以及Netflix 獨有的自家製作 嗯 我剛剛看 Netflix最新的消息 就是那時候 如果瘋了 它不知道是去到六月份 它有一部 Netflix的 就是獨家的電影 嗯 就是自己給錢拍 自家製電影 Bad Pete 哦 我的心裡 真的很笨 你可以聘請到一些一線的明星 去跟你拍獨家戲 是 是 Netflix的自家製電影 評語很壞三半 嗯 我也看過幾出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可難的 是 你可以知道 Peter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是的 看很多 很難的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我加上看美劇的時間 以及我坐的士的錢 我想我真的兩個PhD都讀到回來 又或者是環遊了兩次世界 是的 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我在看這些劇裡面 是得了很多的 這個我自我催眠 哈哈 現在不是你覺得 很糟糕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 嗯 我介紹 三套必體之下 我已經介紹了兩套 不到Peter你介紹 第三套 應該我和你一起 都是介紹的 嗯 講必體嗎 還是我講必體之前 我講出過冷號 你講過冷號 但是不要太長 很短的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 《Flash Forward》 一個季節 他之後不繼續拍下去 我覺得是吊著忍的 但是我覺得一個季節 都值得看 我是不是說忠誠的男主角 那個男主角值得說說 他就是叫John Cho 是一個韓裔美籍人士 他也之前拍過一些電影 其中近年 大家可能比較容易有印象的 就是《Star Trek》 嗯 裡面他叫做Mr.Sulu 嗯 這個Mr.Sulu 就是我所講的 John Cho做的 那麼 《Flash Forward》就是男主角 其實他的故事大概就是 是說衛免太劇透了 嗯 就是講講一句 突然間有一天過了之後 全世界的人發覺是 暈了二十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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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的意識 就跳了去的時間線之後 嗯 每人經歷的事情都不同 那有些人因為 他跳了時間線之後 看到他的事情 可能會影響他現在的婚姻 將來的事情 這些很零碎的片段 很零碎的片段 可能會影響他婚姻 那些人就可能 他人生從此做出生的決定 有些人就抑鬱 自殺 這樣就很有趣的 那麼 其他人不講了 我只是講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 斷了二十秒的片 然後跳了去的時間線 以意識跳的時間線 將來呢 他是在隱喻 跟強制對作用機相關的科技有關的 嗯 就是 一個測試 對 所以我覺得是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 可能他的故事 可能說 會不會是一個自然現象呢 但後來發覺 在一個大型的運動場裡面 是有 其中一個人是沒有暈倒的 有CCTV 拍到 有人是沒有暈倒的 那開始就是調查這件事了 所以其實是曲折離奇的 嗯 還有是有人入勝的 嗯 還有那個男主角我覺得很厲害 是的 但就 我們就好像要記得 是只有一個季節 是的 沒有第二個季節 沒錯 為什麼他不拍第二個季節呢 沒有錢 是的 很多戲都是這些 不能收到 又或者沒有錢 就不拍的 是的 是的 那麼我們覺得4400 是覺得他什麼時候可以拍攝呢 4400呢 怎麼合現在說的 說回去吧 因為4400 可能我們真的介紹很多次 講多話 可能有新聽眾都介紹一下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 怎麼介紹呢 聽慣我們說的聽眾 就不要查我們台 說你又說 那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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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主角被人扔雞蛋也要說 4400 就是我覺得其中一出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會對裡面的角色很有感情 嗯 低成本高制度 低成本高制度 就是大家不要用現在 今時今日Netflix那種去看 因為你一開的時候 你會搶掌飾的東西 是的 但那個故事就已經很值得看 是的 那麼 不說故事背景嗎 說4400 一開波 已經說背景是怎樣的 很震撼的 4400 就是說 在時間線不同的年代 4年代 50年代 都會有些不同地方的人突然間失蹤 那麼他們失蹤的時候 都可能是有一個閃光 然後他們就不見了 然後跟著就好了 一直說不同年代的人失蹤 到回到現代了 那時候突然間 就天上出現一個外太空 出現一個 光球 光球 就向地球高速地衝過來 那麼越近地球的時候 就產生了一個反物理現象 就是它竟然速度減慢 然後它竟然用一個 越來越慢的速度進入了大氣層 然後再減速 就去到美國 某一個州的一個湖上面 就停下了 然後正當大家以為是 隕石撞掉的有時候 因為它速度減慢 大家才不是隕石 那麼就各方面的機關 政府人員都去這個湖那裡 那麼這個光球 就在這個湖上面 突然一閃光之後就不見了 那麼湖邊就出現了四千四百個人 就是這些不同的年代失蹤的人 所以其實這個開幕 開場其實都很引人入勝 嗯 而故事發展就是說 這四千四百個人 原來在他們不同年代失蹤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 主觀地 都是瞬間的 就是它從閃光失蹤那一刻 到現在出現了現代 那麼所以有些人可能是 他眨了一下眼 就已經是過了很多十年 嗯 有些可能是過了幾年 有些可能是幾個月 嗯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這四千四百個人 原來有部分 也不是全部 開始發現原來它有些特異的功能 那麼就是它瞬間消失了 記憶回來的時候 它已經生命 一個完全不同的轉變 第一就是它面對環境 周遭人同事 還有它可能有些特異的功能 嗯 而故事後面怎麼發展下去 我就不說了 嗯 因為實在是非常出色的 是的 我覺得是 還有是越後來越好看 是的 是的 是小友地的美劇 你會覺得 通常是拍拍一下 開始爛 爛 它是越拍越好看 越拍越好看 不爛 不過有趣的地方就是 都希望大家可以花時間 心機去看之後 你就會發覺 應該會贊成我這個分析就是 哇 後面的情節是發展 情節發展到這個地步就是 你不知道它怎麼收科 嗯 因為 但是那個不知道怎麼收科 不是因為難 而是真的很 很有意思 嗯 很有標準 而且你會覺得 世界發展下去 應該就是從四四零零所說的 嗯 中間牽涉一些在不同的劇 和電影都會出現的橋段 都是說小出劇頭 都是我們人類的文明 發展到不同的時間線 不同的圍道的我們 可能會派一些代表 或者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介入我們現在的世界線這點 這個說法在 Interstellar 也有 其實後期的電影 或者劇 都越來越多 這個元素 那四四零零是其中一出 我覺得很早 因為它2004年開始 第一個季節 嗯 很早已經是說 12年前 已經是說這件事 那當時來說 是為我來說 挺震撼的 因為不多劇 是說這個概念 是啊 很好看 很好看 我當年只是用一部 15吋的舊式電視機 看DVD 都覺得很棒 所以就不勝其法 我們都要再重複推介這出 我覺得 如果你叫我選頭三位 這麼多年來看過的劇 我覺得四四零一定是 頭三位之一 頭三位之一 有多少個季節 六個季節 六個季節 它有長有短 有些季節是幾集的 可能第一個季節 它只有五集 嗯 所以就 怎樣找到回來看 網上有沒有 我HMB買 但沒有中文字幕 有嗎 我沒有中文字幕 又或者 我想如果你想上網 下載 下載也不知道有沒有 HMB是有的 有的 OK 大概有英文字幕 英文字幕 值得看 這個真的很值得推介 然後我們介紹重頭戲 三個都有看 是 西世界 西世界 這個是西道 這個共時性 我那個星期 全部都是一個星期 就發生 我去不同的社交場合 無論去打火鍋 吃雞煲 還是跟人喝東西 接著Facebook 做事 Facebook就特意要P.M.我 都是約我 說一定要看這齣劇 問我看了沒有 想跟我聊 嗯 所以我終於是 被他們約完之後 就開始看 是出奇地 不只是靈性界的朋友 沒錯 是 科幻界 普通 普通美劇界 普通美劇界 我連回內地工作 都遇到內地的朋友 都跟我推介 對 這套就是HBO 上年的重頭劇 相當之高的資金去拍 好像說是美劇裡面 不知道第二第三高的資金去拍 第一高是Band of Brothers 對 第一高是Band of Brothers 還沒破的 是六百幾萬美金一盞 都是HBO 對 也是HBO 也是HBO的 小弟也是HBO 我也是用一些特殊渠道的方法去看這套 洗頭艇 對 這套我已經是 一開始就很有期待了 因為首先 那個組合已經很棒了 有J.J. Adams 這套很出名的 近年的導演 被譽為是史勢芬士不寶的接班人 還有一個編劇就是 Christopher Lauren的弟弟 和他的老婆 是的 Interstellar的故事也是由他去創作的 真的 這個故事是一套 不知道是七幾年的一套科幻電影 然後再改編成為的美劇 很爆 如果70年代的科幻電影是有這些題材 當時這個片是混合片 也像是混合片 也像是混合片 就由你們介紹吧 阿Kim說吧 故事嗎 不如一開始就說一下片頭 那段片頭還是音樂 因為那段已經很引人入勝 他那個音樂很好看 還有他介紹怎樣 其實故事背景就是 由一個樂園 起了出來 那個樂園其實就是 全部是一些AI的機械人 插嘴 他那個片頭的音樂 難得不是亂來的 他那個手指彈的那一套 是的 真的是那些音樂 是的 而那個位置 我也覺得很棒的是 他那隻手在彈 但是彈彈一下 雙手離開了鋼琴 然後原來其實是鋼琴 自己在彈自己 這個其實 這個位置也很厲害 這個位置有趣 你不說過 又沒有細心研究 但一個是明顯所說的 有一點點打爛陣 還有一頭幾秒很有感覺 這個片頭是怎樣 那些AI的機械人 怎樣做出一個很人形的程序 那個製造過程 是的 如果懂得看的話 你會知道 整件事很高 全是Shel 是的 應該會覺得 這套東西 一是已經 我一杯茶了 已經馬上知道 是的 我要插著說 是 就是那個女主角 很有好感的 是 Vampire 她是 對 她是做 一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花這麼多時間 全都熟了 吸血鬼也混在一起 是 年輕人的劇 對 年輕人混不混 我想問你 這一出就不年輕人的 是 就是一個殭屍女 嗯 所以就一看 原來她做女主角的時候 已經很好奇 但是第一集一開始的時候 她一跑出來的時候 超級純情玉女 嗯 那我就知道 這個編劇他們選角呢 就是導演啊 各方面 他們的攝影方面 是別有用心 那當然呢 留下伏線就是 你越看越明白 為什麼會選這位女士 做這個角色的 那我就不劇透了 抱歉 阿Kim你繼續說的背景 那我就說的背景 其實就是西部世界 那個樂園 其實就叫西部世界 是 那就是西部牛仔 那時候的美國 做背景 那就是 全部是一些AI的人物 設計到 跟人一樣 懂得流血啊 懂得吃東西啊 嗯 總之其實你是分不到 他是AI還是人 嗯 那些有錢 這個樂園 其實就給一些有錢人 我想應該都是 付一個挺高的價錢 進入到這個樂園那裡 你其實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的 嗯 那他的樂園呢 其實有不同的故事 就是可能 每天這些故事 都會重複回同一個橋段的了 那麼 你是不是可以選擇不同的故事 進去經歷 去探索 去探索 是的 那裡面的東西 就很瘋狂的 就不只是跟這些AI去互動的 是那個互動是包括 你可以和他們有性感 嗯 但是其實 有些人進去 那個影片裡面都有說 都不知道你進去 就是你在外面也可以 為什麼進來找機械人 是的 這個位置是搞笑的 是的 那另外就是 你可以嘗試和他們打架 甚至你殺了他們都可以 嗯 其實有很多人 可能在現實生活裡面 很抑壓的 可能進來的樂園 他就可以把他裡面的那些 憤怒 或者是一些平常不敢做的 犯罪的行為 爆出來 全部在那裡爆出來 那就 是的 就是 這個樂園就是 我想他其中一個 宗旨就是 被人找回 自己 是的 你的真正自己是什麼 但是我是問的 就是因為 是不是透過這樣 就可以找回你自己呢 嗯 我回來了 是Evan Rachel Wood 應該是 Rachel是Evan Wood 我也很喜歡 我看到她很漂亮的女孩 是的 還有 她 那句 吸的殭屍女王的名字 叫做Sophie N 但這個我剪掉了 因為不好意思 我突然接不到了 哎呀 由我剪掉那一刻 要開始剪一剪 真的要 這齣戲是三級的 是 有大量的男女露點 是 是的 所以各位就 可以樂力地看一些比較清晰的版本 是的 因為你看到 真的很大製作 需要很多演員 是的 因為不僅是漂亮的演員 嗯 都需要很多一些 無論是上年紀 或者是中年 一些比較平凡的角色 當她飾演這個AI機人 可能她當她這個樂園 下山了 那些人需要將這些機器人 無論是維修 或者再重新去修補 或者派一些新的角色出來的時候 這些機人在樂園裡面的一個地下室 都是全裸的 是的 雖然她已經找了很多位置 是故意遮遮 不露到下體 但是始終有些角色 都是 你會看到從頭到尾都是全裸的 嗯 我覺得這個本身 在要找這一集演員去拍攝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難度 在這裡 你說這個 全裸的跳跳是 說Game of Thrones 嗯 她有一集最 引起很多輿論 就是說那個皇后 她要受罰 因為叫做 就是Walk of Shame 如果沒有我記錯 就是羞恥之路 那就要她全裸 當然 我的重點就是 並不是 該演員自己真正的身體 她是找了另一個演員全裸 在一個 在那條路上走 走一個很長的一個路程 但是她就是用 CG CG 把頭按下去 哦 所以就 但是那一集是拍得很震撼 嗯 是的 這個是跳跳去說Game of Thrones 所以我們先回到Walk of Shame 嗯 剛才Akim 你就說到那個 西部樂園 對一些真正的人類的參與 嗯 從這個方向去看 對他們的影響 嗯 那我自己 反而我相信這齣劇 其中另外一個最重點就是 從這齣AI的角度去看 嗯 他們探索究竟自己的存在 那個本質是什麽回事 因為它裡面 這個就不是劇透了 我想很早大家都會猜到 他就想說裡面 有部分的這些AI的角色 他就開始 因為各樣的原因 就意識到自己可能是被造物 嗯 是的 然後他又探索自己 他開始懷疑 收到一些蛛絲馬跡 原來自己可能是被造物 嗯 然後慢慢再抽屎剝架 找辦法再知道更多真相 然後再想知道 究竟真正存在的那個本質是什麽回事 到大家再會有些線索去知道 去懷疑究竟是什麽人去提醒他們 原來這些被造物 就是他們不是無緣無故 有一天發覺原來是被造物 是有人給他們提示的 這部分是最好看的 是 這部分是很好看的 很有人入城 你怎麽都猜不到 嗯 那我相信應該的共識就是 季節一結束了 其實大家還未有個定案 究竟是什麽人給他們提示 還有什麽 背後整件事的目的是什麽 那這些被造物的AI 他們開始覺醒到 原來自己是被造物的時候 他們怎麽去遇害致處 然後再探討到 其實我想一定會賴到其他相關的電影 例如X machine 或者很多很多很多 AI 各樣那樣的這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或者漫畫動漫 都是探索同樣東西 其實想帶出 我相信其實會不會我們人類本身 在若干程度上都是被造物 是 某類的AI 某類的AI 可能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港鐵機械人 這個想起我 是想起漫畫聰夢 其實當大家都以為大家是人的時候 只要你一天不照X way 或者不劏開腦 其實你不肯定自己是否真的人 那我覺得類似的課題 像之前有一集講電影 講人工智能 都有帶到這一點 那你何謂被造物呢 是否一定要機械人才是呢 如果你的科技足夠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育生出來 其實也未必是難事 反過來來說 如果當你用複製科技 複製人多利 複製人體出來 或者有些不同的科幻片都說 可以用一些科技去培養人體出來 問題就是意識是怎樣進去 那會不會如果我們有方法 做一個人體出來 然後可以放一些意識下去 或者去計劃這個意識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否都是被造物呢 其實我一直都很懷疑究竟AI 所謂的意識 或者很多戲裡面說 那些AI它自己開始有了意識 之後它自己懂得去想它自己是哪一個 但是在這部戲裡面 它也有一個位置 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很震撼的 那個機械人以為自己 用自己思想在想 但是 另外那個維修員 對 展示出來 其實你每一句都在那些文章中出現 是 甚至那個AI以為自己覺醒了 是的 開始有一個自由的自我意識的時候 他發覺原來他最後還沒有離開那個程式 是的 所以我其實也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究竟AI的意識 他怎樣知道自己的意識 是真的一個意識 而不是一個計劃呢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去到我們人那裏 我怎樣知道我自己現在在想的東西 其實不是跟AI他們的計劃一樣 可能其實 我現在說的每一句都已經鋪排在這裏 這就是這個劇 他探討得很深入 很到位 他探討得不老套 即是不說教的 是的 他 如果沒有記錯 他裏面的AI 他可以選擇去跳進一個 叫做improv improvisation 就是你自由發揮 那個模式 那個模式 照理就是他可以隨機 隨意去 用他的方法去聯想 有問題就是 他有些什麼可以聯想到 都是跟他本身被怎樣 program 或者他曾經接觸過的東西 經歷過的東西有關 就是說你天馬行空得來有個抱 嗯 而天馬行空得來有個抱 還是其實可以無抱 沒有抱 完全不靠抱 那麼天馬行空到一些東西出來 可能我可以有一些愛來 下載到 或者我一個很厲害的靈感 是跟我經歷無關的 那這點就不得不賴 去講Matrix的出來 裡面它不是講Oracle的角色 是講我們intuition直覺的 嗯 它就說在Matrix世界裡面 其實所有的都是程式來的 你的程式就是一定是全部很線性的 你一定要有個經歷 然後才分析到結論出來 但是那個Oracle 就是黑人的角色 就是代表intuition直覺 直覺就是一些 是完全跟你經歷無關的東西 可以是無中生有的 可以是天馬行空到 跟你過眼經歷無關的 那麼這部分就跳出了 那個善性的運作 而它裡面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有機會突破 衝破到Matrix 你就一定要靠直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 是其中一個Matrix裡面 最厲害的一個點子 嗯 這套上性作 無論是拍攝的人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無論是編劇或導演 他的資金 他的特技 他整個場景很大 尤其是樂園 你看到那個實景很誇張 而且那個攝影機很厲害 Anthony Hopkins 是的 你要想想 他找到Anthony Hopkins 第一次拍劇集 你知道嗎 是的 他做那個樂園的那個老闆 那個角色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他昨天的高揚裡面 是的 是的 就是 都是Lester 是的 雖然都是那個調 但是他始終是很棒 是很棒 而且那個角色 都很適合他去做的 你沒辦法 Anthony Hopkins 這個演員 只有他在那裡 他不說話 他覺得氣場 都在螢幕裡湧出來 是 這是很厲害的演員 另外就是他有選擇 剛才我所說的 Evan Rachel Wood 這個疫症疫邪的一個演員 美女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 他選擇 James Marsden James Marsden 就是X-Men裡面 做雷射眼 Sycron 也都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另一齣他做男主角 就是 講他跟Amy Adams 做 我忘了一齣戲的戲 我一會報告給大家 他去做一個童話裡面的王子 就是很搞笑的 他選擇James Marsden 做這個角色 我覺得也有原因 James Marsden 一向在學理會出了名 就是人們會覺得他花瓶 就是藍花瓶 其實也是挺可惜的 因為我從X-Men開始看到 這個人有帥哥 帥哥 帥哥 但他無論如何 都不能上去 即連二線的演員都不能上去 都不能上去 都是至於三線 是的 那我就覺得其實 以他外貌的外貌 也算是挺混淒的 所以就是他 真是最擔正的 就是我所說的 Amy Adams 他做裡面的那個 王子 王子 其實也是那種武老角色 嗯 那你現在在 Westworld裡面 我覺得很好奇 他在Season 2 有沒有可以再發揮多一點 其實到Season 1後來 他多一點內心氣 因為早段 他每次都是做同樣的表情 然後就被人吹下 是 他的角色是最低能的那個 是 永遠都是最無厘頭的那位 是 那都是 認回他之前一直在Hollywood的脈絡 嗯 但是到Season 1後來 他會多一點發揮 嗯 我就期待他會不會 南花瓶 Season 2會多一點發揮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影片 我又有招補充 就是如果你看 我會建議你看了這個Sense X 嗯 那有招牌的 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是在招牌 應該看哪些 問題 是因為 Sense X 是會在這個 5月5日 會有Season 2的 哦 即是你要追 你可以立即到Season 2追 嗯 先保定它 而Stream 1的Season 2 就會在11月 這樣才出的 那 而這個Westworld西世界 因為太過龐大了 是的 我看到上網最新消息 是要到2018年的年頭才看到的 這麼糟糕 所以呢 所以就是說 你不要先開Westworld 是的 你會隔太久時間 其實是難受的 Season 1完結那一刻 你都覺得難受 嗯 Shit 怎麼辦 是的 這個讓我想起我第一次 還沒讀劇的時候 就是 4400 是 接著就 一說Shit那一刻 最強烈就是看Loss 哦 當我看完Loss Season 1那一刻 的時候 就是我在家裡爆大聲 說一句英文粗口 Shit的 是的 其實不是Shit的 是說另一個 是的 是說F的 然後就覺得 哇 我要等到半年之後才知道是什麼 這樣 是很不人道的 哈哈 哈哈 就是看美劇就是可以 人道的事件 是的 是的 另外上網看了 就是有59%的伴侶 都會靜靜地偷食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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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瞞著自己的伴侶 看了下一集 是 下一個季節的劇集 跟伴侶一起看的 其實這個現象我也有經歷 哈哈 哈哈 你怎麼跟她同步呢 大哥 喜歡遷就她來看 是 採她去浪費 嗯嗯 那麼 我說介紹完了 最後一定要給Kimberley包包底 你有沒有什麼劇集你會想介紹 真的如果要能夠靈性就 舊的也沒有所謂的 科幻啊 靈性啊 意識層面的東西 暫時都 劇集我就比較少看一些 嗯 那可能電影會比較多 電影會比較多 其實我很多 不過真的 無謂提 這些太長戲了 就是Loss有一段時間說 嗯 Loss你 其他也不說 就是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裡面它有出現過Mercaba 那些象徵 還有其實是在隱喻 是一個人工 Synthetic的Mercaba 嗯 引起的一些 引力時空扭曲現象 嗯 大家知不知道嗎 如果不知道可能你們 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可以 還可以繼續介紹 因為Loss我真的很喜歡 講講講 因為Loss喜歡到是什麼 你頭三位的 我頭三位的 Loss我喜歡到的程度 是我看完一個季節之後 嗯 我介紹給我老婆看 嗯 我是跟她 翻煲頭兩個季節 然後我跟她 也是可以在 新一個季節之前呢 嗯 我跟她翻煲舊那個 嗯 然後繼續續續下去 新那個 嗯 那我們是可以很瘋的 嗯 還有我是 很小可地 我是想不到 我連美劇 我為了想看那個Making of 想看周邊的東西 我是整套正版店 買回來儲的 好不是你啊 是啊 你也看到 好不是我 所以我是 Loss我可以這麼說 我想應該一定是 頭三位 嗯 甚至將來都是 我想 我還沒 我想很困難 Given 念Rest World 我都會排在Loss之後 因為Loss對我的震撼性 太大了 我永遠是4400 嗯 我第一位是4400 而且因為 4400始終是故事很好 但是那個 主題曲也好聽 主題曲也好聽 但是他雖然很難入經典 就是他不是一個大製作 是 他真是便宜的 是的 而Loss就是我當時 第一次接觸JJ 是的 我認識到這個導演 我也挺喜歡看他的東西 是的 因為第一個季節 就是由他去監製去拍的 他事實上 事實零書是 就像你所說的一個製作 不夠多成本 是的 他那個檔次 也有一點像EYT當年的 哈哈 這樣又沒有那麼差 你又說了一些 是的 真的這麼說 如果你拍攝 譬如你拍攝 Front那些 即是EYT那些 哈哈 那些Westworld 即是十分一製作都沒有 是的 即是患得其情 那些 是的 那Loss其實 我最初看 我也看漏了很多細節 直到 那個 因緣際會就是 那時候 長話短說 就是 有位老師 英國人來的 他在香港 教生命之花 那時候我們聯絡他 Ainarian 是的 聯絡他來香港 教生命之花 我們是香港第一批 再把這個學說 教出去 Ainarian這個老師 當然 教生命之花 固然對 Caba 對生命之花 他也是煲劇狂 有些劇的 很多劇都是他介紹我看的 他就有一次說 喂 你那時候 不知道做完沒有 我不知道看完沒有 他就說 你知道其實Loss是說 Mercaba 我是什麼 然後他真的很認真 他在電腦上 按摩劇裡面的 某些畫面 某個幕給我看 他說 Mercaba的象徵 有星星的 星星的 然後他就說 這一幕其實是 啟動Mercaba 不過可能那個轉速 轉速和比數 可能不對 就是出現了一些 不能控制的現象 他說你看看他 不斷地修正 這個就很明顯 在講一個失控的Mercaba 這樣 就帶到我們 Dreamful of Melchizedek 寫的那本 《Ancient Secret Fire of Life》 裡面不是有講到 或者以前阿特蘭人斯的時候 人工合成的Mercaba 接著就是 那樣的原因 是他的失控 出現了很多時空漏曲 我現在再反昔回去 就是我們剛才說 Cevin King的Mercaba 裏面是Philadelphia experiment Montore experiment Strainer things 這些其實 Laws 大家不知道看不到 其實都是 原來背後 有這條脈絡在 是的 還有另外Laws 一個很強烈的推介 就是完全不靠 當年拍攝已經是大製作 而且是一個很漂亮的 夏威夷地方拍攝 不是EYT 是的 不是EYT 那完全不脫節 我覺得你現在看也覺得不出現 是的 仍然是畫面 故事也是很棒的 正 另外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叫Desmond Desmond是 就是這個角色 就有些特別的能力 或者他控制不到的景象 那麼這個角色是令到我很心惹的 尤其是其中一集 說過那個意識 不斷在不同的時空上跳的 是 那一集呢 是比剛才我們說的 無論是這個Sensei 可能你的名字 雲濤 雲濤 更加早 是 以及已經玩得很棒的了 還有很 其實都很traumatic的 他的經歷 嗯 是創傷性的 是的 是的 那裡面所有的角色 你都會很深刻 是的 最主要的那十個八個角色 你都會很深刻 都會很喜歡他們 我要承認 其實是 不知道我智商 還是領悟能力的問題 我第一次看他的結局 我不是太明白的 我也不是很喜歡 是的 那我就 都 反覆了一會兒 先粗略覺得 可能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嗯 那這個就不說我的看法了 嗯 不過我覺得 應該是多角度理解都可以的 就是他都頗開放的 究竟是 他死了 還是什麼 那些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我覺得 雖然我無論多喜歡都好 其實我對最後的季節 其實我真的一般 有保留 是的 我有保留的 但是 是的 你看看吧 你看到最後的季節 你已經沒有所謂了 就算第二季節 就算難不難也好 你也覺得是一套很好的劇 也是的 你有沒有看過大家 沒有 又沒有的 哈哈 還是沒有 那 Loss 那還有呢 我已經計算了 七七八八的 因為我 我跟你不同 你是 什麼都可以煮的 我沒有變態 有些薑絲片 我知道 Vampire Starry Teenage 我都煮了兩個季節 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他東西 無論如何 先說這麼多 我們這次 是的 如果不是我再跳 我真的會 我之前有提過一出的 未必一定要看 不過可以作為討論 就是Ascension Ascension 我之前在某一集提過 就是講 那架很大型的太空船 它是Ascension 裡面有一群人 他們是以為自己 在數十年前 地球 因為資源各樣的問題 就要放一個太空船 去半日馬座 或者不知道哪裡 去找新的資源 他們就說太空船 不知道要通過要百多年 還是要多久 要飛去那裡 他們已經飛了七十幾年 下面已經衍生到 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出現 他們一直以為自己 在這個太空船 正在飛去這個太空 為人類請櫻 進行這麼偉大的使命 但是原來 只是一個實驗 原來這個太空船 外面 其實從來沒有發射過 它是 嘩 很棒 是 原來 原來是周圍 有一群科學家 是時刻觀察著 他們一舉一舉 其實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實驗 嘩 出名的表演 對 出名的表演 所以其實是震撼的 概念很厲害 對 概念真的很厲害 是 概念很厲害 是 但難不難呢 而 未是太難 少少 少少難 但據稱都好像是 不俗下去的 一個實驗 嗯 但我覺得你作為獵奇心態 以及你看看他的概念 不過可能你聽完那個概念 你再看或者不看都 作用分別不大 嗯 但是概念很厲害 也是那種我們同一個物樂 就是探討我們存在的實相 嗯 其實是一個外星探測版的 Matrix Cross Black Mirror 那些橋段 嗯 再加上True Man Show 嗯 這個設定是很棒的 我覺得很棒的 其實很棒的 你又會很驚嘆 哇 厲害 其實很明顯是B Class 的美劇 嗯 嗯 他還不是第一集爆出來的 去到看到頗中段 你才發現原來是這樣 嗯 都是東西的 嗯 好了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了 那麼 多謝Kim 你們上來 多謝Kim 雖然要跟我們爭咪說話 是的 他看電影可能會比較多 那我們下一集說電影的時候 我們再找他上來 下一集我們穿同樣的衣服 好啊 再拿一集 還好啊 還好啊 OK 好 拜拜 拜拜